各位朋友早安 我是郑佳琪 欢迎收看7月8号星期一的大爱早安新闻 今天是农历的6月初三 首先要提供给大家天气方面的讯息 第一个要提醒的就是下雨的部分 今天水气多 大气环境不稳定 基本上天气跟昨天相当的类似 各地午后会下雷震雨 要特别提醒山区的雨势通常会比较明显 而明后天包括了星期二以及星期三 整个雨区的分布还有下雨的状况 也会因为风场改变而有一些不同 而今天全台各地都是属于晴道多云的天气形态 吹东南风 西半部的扩散条件比较差 污染物容易累积 午后又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 臭咬浓度会上升 因此建议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戴上口罩 另外最及时的讯息要告诉大家 那就是气象署所发布的高温警示 今天包括了大台北盆地 以及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莲纵谷 这些地方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连续高温 像是昨天在屏东地区的最高温 就有来到39度 这一个礼拜看下来 都依旧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 好 关心完天气 再来关心的是健康一点通的单元 了解国内现在对于治疗甲状腺抗击 有别于传统的疗法 现在台大与北荣携手合作 希望能够借由找出 葛瑞富兹试症的成因 来研发新的治疗方法 常常先夜失眠睡不着 体重莫名减轻 如果还伴随心悸手抖的症状 小心甲状腺抗净找上门 过去研究显示 造成甲状腺抗净最常见的原因 是罹患葛瑞夫姿势病 台大和荣总企图找到治病原因 葛瑞夫姿势病以及吃药造成的副作用 其实是跟免疫相关 传统的治疗吃药 有时候我们怕会有一些特殊的副作用 我们其实有找到某一些特定的HLA的基因 其实是会影响葛瑞夫姿势症的治病风险 传统治疗会有50%的几率复发 服用抗甲撞腺药物 也可能造成肝功能升高 黄胆以及白血球低下等副作用 甚至有机会造成颗粒性白血球缺乏症 而新的研究方式 希望从基因鉴定和细胞定序下手 我们想要探讨里面的免疫的治病激转 包括各种淋巴球的种类数量功能 它表面的受体 有哪些抗原跟抗原决定部位 是否跟特定的基因型有相关 是否跟点的状态有关 吃了药物治疗之后产生副作用的病人 他们是不是有特定的这些基因的序列 有差异 这个有可能会能够对未来的治疗 或者是预防副作用可能会有帮助 未来如果能解开免疫机制谜团 可以协助开发新药 甚至新的治疗方式 也代表甲状腺抗净能进入精准医疗的阶段 大爱新闻 盘管林 李健宽 台北报导 即使说到要凝聚共事 大家勤根福田 来看到花莲地区的慈济志工 最近就齐聚在靖司堂精进共修 除了课程还有交流座谈以及分组讨论 眼见家当复制一具 受灾民众情绪崩溃 六月花莲市区发生两场大火 慈济志工访试受灾民众送上关怀 如此迅速动员默契分工 仰赖于核心 核气 户外协力的 四合一组织架构 就能很迅速地都到达目的地 大家都能够时间内就集合 然后就分工做该做的事 很多大型灾难发生的时候 慈济人总是很快速地可以再到现场 我们是在上任给我们的 这个四合一的架构当中 我们一起往同一个方向运动 花莲举办四合一干部颜希盈 让资深志工和有经验的干事 用爱传承陪伴新手 互相切磋 吸取长处 坐下来面对面讨论会更清楚 有一些疑问我们互相在讨论 就直接 7月6号南区副理乡发生火灾 志工也到场关怀慰问 隔天马步停蹄来到金师堂 与慈济家人精进共修 因为我们在玉里河期那边是比较偏远的地方 那每一次都有一些新的干部上来 那我们藉由这个演习 可以加强到我们玉里河期的运作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课程非常的重要 可以凝聚大家 往后我们看我们要如何的菩萨大招生 还是如何的去引导大家 盖更法入心 禁思经社法师 勉励志工请跟福田 接引更多人共创美善社区 戴新闻黄瑞娟 邓明仪 花联报导 继续爱在非洲来看到 狮子山共和国的自由城 有一所平民窟日前发生了大火 造成1500多人无家可归 这一次慈祭与三个慈善团体 共同组成了共善造福人道联盟 大家一起投入主热食 以及物资发放的行动 针对受灾的300多个家庭 每一户提供了50公斤的大米 还有植物油 人们以歌声 拥抱 相互以沫 试图振作 狮子山自由城平民窟大火后 这样的画面轮番上演 再苦苦中也要作乐 不然日子怎么过下去呢 今年5月 一处民宅失火 近颇及到61栋建筑物 高处俯瞰 房子被烧得面目全非 人们在光秃秃的墙壁上 盖上帆布充当屋顶 但这还能称作遮风避雨的家吗 上千居民流落街头 此际自由城民爱会等共四个慈善团体 组成人道联盟进驻到平民区 发放热食 恶坏的居民迫不及待 就为了能饱餐一顿 两个月过去了 缺水缺电 让原本就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 对于露天生活 当地妇女说白天还好 一到夜晚就形成治安死角 索性慈善团体提供夜间安置协助 不然真的只能在恐惧中度月 政府救灾能量不足 曾使居民绝望 此际和联盟不只提供温饱 还加码发放物资 从大米食用油跟饮用水 到女性卫生物品也没漏掉 人们大口嚼饭 把肚子先填饱了 再思考如何恢复家园 大爱新闻 曾善美志工 石子山报导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 要带大家回顾7月8号的这一天 2018年7月8号 日本关西豪雨堪灾 日本中西部地区 因连日豪雨发生土石流 河川溃堤等严重灾情 曾经日本分会 本日启动急难救助机制 9号 10号连续两天 关西此地志工进入重灾区 仓夫市珍贝丁 探访避难所 发现物资供应充足 最欠缺热食 11号大阪志工 奔波200多公里 前来灾区支援 做好事前准备 12号开始在2万小区供应 以热汤和蔬食青菜为主 这样的食材 所以野菜が欲しい 本当に これが来るから 本当に嬉しい 汁物もあんまり カップラーメンとか あんなのだけだったから お味噌汁が欲しい って思っても なかったんです あそうです 食べること 食べること 再後日本持续高温 摄氏35度 帐篷下 聚工灰汗煮热汤 作凉拌菜 也善用来自台湾食材 真的是专门夏天 我们台中的民产 台中都在做这个 就是说 吃这个比较多热 美味 热汁供应一直到20号 吉南湾淮告一段落 连续9天提供5晚餐 累计公餐2000多人份 10月寒冬到来之前 也再次来访 送上后外套和毛毯 一同话说当时 大家最难忘的 还是那碗味噌汤 温暖的滋味 2001年 7月8号 此季瓜地马拉 连络点成立 1998年 密契和乔治飓风 重创中美洲 集加了比海国家 此季在台湾目击二手衣 送往中南美洲灾区 在瓜地马拉 经营百货业的吴木柜 主动协助发放事宜 瓜地马拉穷人 我们在这边赚人大的钱 一定要付出 利益别人的事情 多少要多做一点 1999年台湾发生 921地震 他更是奔走桥界 募款赠灾 美国新泽西池工 特地来收膳款 因缘具足 2001年7月8号 成立此季联络点 聘任吴木柜 为首任负责人 当年年底 就举办首次动力发放 关怀孤儿院 骨瘦如柴的婴儿 有位九汉城家的村庄 500多户人家 送来22顿的米粮 既凭救难的慈善之夜 就此在此地扎根 1993年7月8号 范蒂冈书记主教 参访慈祭 天主教范蒂冈 安林泽书记主教 以宗教交流为目的访台 在11天的行程中 接连拜会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等团体 本日参访花莲慈祭医院 并到京社会见上人 2004年11月 同样来自范蒂冈教廷 书记主教罗哲诺 拜会慈祭 赞扬圣人对世界的付出 期许天主教与佛教 时常交流合作 天主教提倡博爱 佛教强调慈悲 不同宗教 目标一致 都是怀抱对全人类的爱 今天的早安慈祭情 要带大家到离岛的澎湖 看看这里的慈祭志工 如何用心陪伴澎湖的孩子 以及家长 举办了暑期营队 名字叫做澎湖儿童人文 环保美育营 借由这样的营队广结好源 重点是好玩有趣有意思 现在就连线给在澎湖的慈祭志工 王宝玉师兄 宝玉师兄早安 主播早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 宝玉师兄 我们想了解的是 昨天星期天 听说三天的营队 才刚刚结束 先来跟我们分享 今年最新的状况 家长孩子们的反应是如何 听说还有振奋人心的回馈 我们昨天真的是很发喜 我们昨天圆满的时候 发现三件事情 值得跟大家分享 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志工 有一位志工 她是我们澎湖的女婿 平常住在台中 她暑假回来的时候 到我们这里的志愿来当志工 她的工作就是泡咖啡 那她泡咖啡来靠赏我们 所有的志工之外 她也看到了我们 对于小朋友的用心 所以她决定 她就决定说她明年来 还是要继续来我们这里当志工 来陪伴我们的小朋友 以及我们的志工一起来学习 而且她说她要告诉 她左右邻居 一起来上我们的人文环保美育营 这是第一件事情 是 那么第二件事情跟第三件事情呢 第二件事情更开心的就是 小朋友上台分享的时候 她说我来参加美育营的时候 我一直很怕要吃素 因为她觉得素可能不好吃 可是她昨天上台分享的时候说 我想不到吃素竟然这么好吃 所以她跟她妈妈讲说 吃素真的很好 她以后来要尝尝吃素 好 那小朋友也给我们很用心的回馈 那现场陪伴的家长呢 可是我们更感动的是 很多家长上台回馈的时候 他们都表示对我们的课程 非常的肯定 因为她觉得小朋友的常规 都有改善了 而且回到家呢 更守规矩 更孝顺父母 重点是这个妈妈呢 她说如果以后我们有类似的活动 她都愿意到我们现场来当志工 所以我们找到了非常多的志工 愿意来陪伴我们 一起来行战行孝 是 对 太棒了 我们知道这个营队 在澎湖举办 已经是第六年了 对不对 前三年是花莲静思经社的法师 陪伴我们大家一起来举办 那么中间经过了两年的疫情 改为线上 这一两年是由我们 澎湖的慈祭师兄师姐们 大家自己承担 所以在课程设计上 是不是有哪一些亮点呢 是 我们在前三年很感恩我们的德英师傅 一直在指导我们 那在后面呢 因为师傅他要照顾的点非常的多 他希望我们澎湖人 能够自己承担起来 所以我们承担以后呢 调整了些许的课程 首先我们第一个改变的是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加入了 小朋友自立的 自立 然后能够独立 生活能力的提升 所以我们放进了 我们的天才小管家 训练小朋友有家世的能力 能够自己做家世 比如说早上睡起来要铺床 然后呢妈妈帮他洗好的衣服呢 他自己叠起来 然后做好环保回收 等等这些事情 还要整理自己的房间 那我设计了一个回馈单 这个回馈单呢 这个学习单呢 就是小朋友只要做完了这件事情 请妈妈来检查一下 妈妈觉得可以就在上面签名 然后呢小朋友交回来的学习单 都非常的踊跃 而且上面呢 最后一个是写 你在家里面有没有帮助 自己的阿公阿嬷 比如说带阿公阿嬷去散步 陪阿公阿嬷运动啦 或者是帮妈妈 这个倒垃圾啦等等 最后一件事情是我帮家人做了什么好事 如果他做到了妈妈也很满意 就在下面签名哦 所以呢很多妈妈在回馈的时候都觉得 这个学习单设计的很好 他才知道说原来他的孩子呢 其实不是什么事情都需要父母亲帮忙的 他们都可以自己来完成 所以这个课程是让 在去年的时候是我们加进去的 那家长很欢喜 那在今年呢做了一点些许的调整 就是除了这个天才小管家继续保留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课程是比较符合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需求 因为家里面有小朋友也有长辈嘛 所以在今年的课程设计上面 我又做了一点点不一样的调整 哦 其实说到了这个调整 我们保育师兄是很用心哦 听说你还去进修 然后把你所学 应用在这个课程设计上 对不对 这部分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因为我本来在台南的时候 我就常常去社区关海据点当志工 可是当着当着我就发现自己呢 好像对于长辈并不是非常的了解 于是呢我就利用在疫情期间 那我的工作比较没有那么繁杂的时候 我就进校园去进修长照经营管理系 然后在这个课程当中呢 学习很多陪伴长辈的技巧跟知识 然后也考了几张证照 所以呢我就在我们这次的营队里面 设计了一个老幼共学的一个课程 想不到那个反应非常的好 我们有44位的小朋友 可是家长来了61位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 全家人都到了 所以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 一个会场呢 大概挤了100多人 在现场里面 所以我们昨天的源源呢 有100多人在现场 如果再加上工作人员的话 那人数更多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次 加上了老幼共学的元素之后 我发现更感动的是小朋友的爸爸妈妈 因为我们帮他照顾了他的孩子 也帮他陪伴了他的父母亲 所以昨天在做分享的时候 其实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 他们都很感恩 也很感动 真的是举办了三天的营队 感恩感动的事情说不完 而且我们因为营队照顾到阿公阿嬷 小朋友还有爸爸妈妈 真的是三代的人都照顾到 非常感恩保育师兄 带领我们澎湖的慈济志工 举办营队 生殖善肿在孩子们心中 感恩感恩保育师兄 感恩 好我们继续再把镜头来看到的是 在马来西亚也是慈济人 心心念念要陪伴孩子 就是马来西亚慈济雪龙峰会 为家境困难的孩子 举办了一场人文营队 孩子用力向前摆进 模拟海啸来临时 划船逃向避难所的情景 马来西亚慈济雪龙峰会 爱办学计划 从线上客服班 走到实体人文营 如果用上海课 我会很难做 但如果用上海课 就更好 因为很多朋友 可以互相交易 给快乐玩活动 我觉得最好玩的是 那个丢冰棒的那个站 因为在过程中 丢的时候 你可以训练你的那些专注力 然后你丢的时候 也可以调整那个适当力度 去丢给队友 爱办学人文营寓教娱乐 用活泼好玩的项目 代替说教室的课程 用启发性的游戏 代替深奥的大道理 可以在这里玩 边玩边学 因为我们需要靠团结来 合作去完成那个游戏 就我们需要靠我们的观察 来找那些字 所以我们就需要耐心一点 在这一个部分 16组队超过150人 玩转吉隆坡进四堂 限时120分钟 要完成17道关卡 考验着孩子们 对时间的掌控 来玩了 每个人月 如果能能究竟 每个人都能出现 每个人拿走 每个人 marks 每个人都的方法 每个人都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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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直接正面 医院的全面 我真的可以学习 那都不必 每个人都能想 就像 звон某 亚本身 我们可以正面 爱办学辅助 弱势家庭的孩子 增强学术科业的表现之余 更注重孩子们人格和品格的发展 大爱新闻 林毅罗国庄马来西亚报道 艺术活动结合公益 救灾的分享 扩大善的影响力 整年集团携手词记 邀请超过200位的企业家 大家一起共销顺举 彼此跨界合作 期盼为社会带来正面能量 好美唱唱和急促的乐声 扁华交叠 由企业二代郭彦均 带领的京剧团队 演绎空城记的精彩桥段 我觉得非常感动 而且把我儿时听平剧的感觉 又找回来了 那这一出也是在国剧中间 非常有名 非常重要的一出戏 不只透过艺术传递美意 也透过救灾经验分享 让在场民众感到动容 我们跟着上人的脚步 更应该不可以退缩的 也希望每一个人微微的光 都一起照亮在每一个角落 九年集团携手词记 举办艺文公益活动 邀请来自各个领域 超过两百多位优秀企业家参与 传递企业共善理念 我们跟慈季呢 这个共善已经非常多的年头 参与赈灾 跌尽绵薄之力 对于建设部分 他们有一定的理念 不是以追求利润为止 所以对于整个社会的这种 公益事业他也很关心 跨界合作 透过艺术等多种方式 实践大爱善行 发挥社会影响力 大爱新闻 古雅琴 万扎红 台北报导 好 今天的国际关键字 要来看到的是洞庭湖溃堤 带大家掌握中国大陆的 水患隐忧 以及后续处理的进展 长江中下游 半个月来豪大雨不断 上周五傍晚洞庭湖 金船大规模的溃堤意外 宽度一度超过了226公尺 烟幕面积超过了47平方公里 将近有五分之一个台北市的大小 超过5000人连夜撤离避难 而当地官方紧急封堵了缺口 并且调配了3000多名的人力 以及50台的工程车车辆 继续观星天气 苗栗以北晴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最高60% 气温26到35度 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30%到70% 气温25到35度 南台湾晴午后短暂雷震雨 东部地区晴势多云 气温27到35度 外岛地区晴势多云 降雨几率最高20% 气温27到33度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 《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郑佳琪 我明天再会 《大爱早安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